接下来请看第九课的段考复习 第九课也是在学连接词 OK If 跟偶乐 对不对 偶乐 你可以用的 If 如果 它是一个假设状况 所以后面它是要加现在式 来代替未来式 可是后面呢 它可以用未来式 也可以用起始句 也可以用请态住动词 好 那这两个都是属于现在式 OK 所以它的时代属于什么 线线或什么线味 你知道吗 线味或线线都可以用 因为如果怎么样还没有发生 所以绝对不会有过去式 If 这这个状况的话 它在假设未来状况的话 是不会有过去式的 好 那你说老师 If 我们在过去式的状况 有 目前你们还不会学到 假设语气那边会有 现在还不会 现在还没有 目前这个范围还没有 所以你记得 如果怎么一样是还没有发生的 还没有发生的话 就不会用过去式 目前这个阶段不会结过去式 只会结现在式 现在式知道吗 那后面可能 后面可能用到未来式 或是用到起始句或其他出动词 他们是属于用现在式的状况 所以是什么 线位或线线 线位或线线 OK好 那alough呢 alough是什么 是虽然 对不对 它的状况很特别 我上课讲过了 我说它叫什么 自由式 OK好 自由式就是根据语意 什么状况都可以配 对不对 这个我上课有讲过了 自由式 根据语意 它什么状况都可以配 好 那接下来我们来看题目 OK第一题 They will practice playing soccer If they fly If blank next weekend 来下周末 是不是未来时间 它在假设未来的状况 假设未来的状况来 记得if后面的这句 一定是用现在式 代替未来式 知道吗 那你看前面 这边是不是可以用未来式 好 他说如果呢 下周末怎么样呢 他们将会练习 踢足球 playing soccer 踢足球 好 所以用现在式以符合配 现在式 这个画掉 这个画掉 来 那这两个都现在式 对不对 好 keeps rainy 叫一直下雨 一直下雨 可以踢足球 这个语意不合 这个文法是对的 是现在式是对的 但是语意不合 OK 所以什么 晴天 is sunny 所以选猪 OK 所以用 is sunny 如果下周末呢 好 是晴天的话呢 他们将会练习踢足球 they will practice playing soccer if it is sunny next weekend 所以第一题当然是 Ju 好 请看第二题 Suddenly Steve thought of the answer blank of that question 好 这个堂里介细词 他说突然 suddenly 是突然 突然的Steve think of thought of 就是think的 过去是 想到了 think of 是想到 突然的Steve 想到什么 那个问题的答案 the answer to that question 好 这个问题呢 是要来配这个 这个等 对不起 这个答案 answer 是答案 这个答案呢 是要配这个问题的 好 问题 OK 所以什么 to the question 好 用c哦 the answer to to that question the answer to that question 是什么 问题的答案 OK 问题的答案 用to 选c the answer to 就是什么 的 答案 这个要配了 the answer to 什么的 答案 the answer to 用to 哦 好 所以第二题 选c 这个是片语 其他都不对 只能用to the answer to the answer to 好 我们看第三题 blank anyone here able to sing beautifully or band needs a singer nawn 他说呢 这里任何人 任何人能够唱歌唱得非常好听呢 我们需要 我们的乐队 我们的乐队现在需要一位歌手 singer是歌手 singer 歌手 band 是乐队 beautifully beautifully 唱得很好 对不对 动词嘛 修饰动词 他在修饰动词 所以用副词 用副词 beautifully 好 able able to 就说能够 able是能够的 能够怎么样呢 他配 这个 是形容词 是要配一个be动词 be able to 所以这边要放逼动词 是不能用度 不能用格词 好 is跟are用了什么 anyone用单数 是用is is anyone here 任何人 任何一个人 什么one 什么one 都是用单数 所以是用什么 用c 用is 只要那个什么one的都是用单数 is anyone here able to sing beautifully 他说这里有任何人能够唱歌唱得非常好吗 我们的乐队呢 all band needs a singer now 我们的乐队现在需要一位歌手 OK 所以用is anyone here able to be able to be able to等于can OK 等于can 好 那be able to呢 能够记得配避动词哦 OK 好 第三题选c 好 词词题 I checked my book bag the night before but I still blank my homework right the night before是怎么样 这是什么 前一晚 前一晚我还是有检查我的书包啊 book bag check的是检查 ok 然后呢 但是我还是怎么样 忘了带我的什么 功课 他有没有带 没带 忘记带对不对 好 这是一个语义转折 所以是没有带 but是但是 但是我仍然 我还是没带 still是仍然 还是 还是 所以他没带 所以不能用这个remember remember是记得 所以怎么样 我还是忘记了 forgot 是忘记 好 他没有带对不对 忘记做什么事 forgot 出家元币 这个是什么 忘记 已经什么 已经带了 ok 忘记做过的事 这个是还没做 这个叫做未做 这个叫做已做 已经做过的 用rng 还没有做 吐角元币 所以他是 忘了要带了 所以第四题是选c 那这个文法 remember跟forget 一样 remember跟remember是记得 对不对 上面写了 forget 他们两个文法 一样 如果已经做过 他已经做了 就用rng 还没有做的话 用tujca元币 用不定词 已经做过 用动力词 还没有做过 用不定词 这个叫做已做 未做 我忘记呢 我已经给过你五块钱 结果又给了你五块钱 是不是等于给了你十块钱 对不对 ok 已经做过 用rng 还没有做 用tujca元币 我忘了给你五元 等一下我给你 还没有做的话 就是什么 出家元币 第四题选c I checked my book back the night before but I still forgot to bring my homework 还是忘了到的功课 第四题选c 好 第五题 I can't remember him blank I'm sure I met him before 他说呢 我还是记不起他 记不得 can't remember remember是不是记得 我还是记不得他 怎么样 我确定 I'm sure 我确定 I'm sure 我确定 I met him before 我以前 见过他 before是不是以前 I met him 我见过他 我见过他 这是不是一个语意 是什么 不是因为 不是当 不是如果 是虽然 虽然我确定 我见过他 但是我还是怎么样 我记不起他的名字 I can't remember him 就是我记不起 我记不得他了 但是我确定 我以前见过他 那个脸孔 面孔 很熟悉 可是呢 就想不起那个名字 意思就是这样子 所以第四题选c OK 这是一个语意 OK 好 刚刚不是讲那个无所谓吗 你看这什么是 这是不是现在是 配什么是 这是一个现在是 对不对 因为这是当下状况 可是以前 不管他是不是过去是 对不对 你看这实在 是不是有点乱 虽然呢 我确定 我当下 我现在我确定 我以前见过他 用过去是 用mate 知道吗 我现在确定嘛 所以用现在是 可是呢 我现在 我还是记不起他的名字 I can't 这个是现在是 I can't remember him 所以你看 这是不是现在是 然后这个怎么样 这里又有现在是 对不对 又有过去是 所以我才知道说什么 我都用自由式 根据语意去变换 他什么时代都可以 自由式 OK I can't remember him although I'm sure I met him before OK 基本上他这边 主要句子都是用 现在是现在是 这个是什么 名词子句 这个也是国家会将大 不管 反正你看 时代是不是很乱 现在是 现在是 过去是 对不对 所以我才叫做自由式 根据语意 该怎么接什么时代就接吧 OK 没有那么强制的限定说 像以符那样子 对不对 以符的话 那句只能用现在是 来代替未来是 OK 所以第五题是选C 选C不是选这个 第五题选C OK 虽然呢 我确定我以前见过他 但是我现在怎么样 我记不得他 I can't remember him 就是我记不得他的名字 我记不得他的 譬如说可能以前讲到 聊到工作什么的 想不起来 OK 第五题是选C 好 以上重点请